第十八层地域 一切众生在世间的时候 造作罪业有轻重不同 所以堕落在地狱 地狱里面受苦也有轻重不同 过去黎兵老给我们讲经 他提过 佛经里面所说的地狱有七十多类 《地匠经》里面诺说 七十多类 七十多类我们想想 当然还是归纳的 种类之都没有法子计算 佛善于用归纳的方法 像反导 反导无量无边 佛把它归纳一百零八大类 用归纳法 所以这个七十多类的地狱也是归纳法 最苦的就是无间谍 佛负负责经常讲 众生所造的善悟 通通由因果报应 决定不会落空 善行 善行 必定感善苦 若念 若行 一定感悟报 只要造作罪业了 必定有敌 等于是极空之处啊